爸 怎么了 您这着急忙忙把我叫来 我叫我一声 爸这个医院啊 不让陪床 你妈昨天晚上没睡觉 眼都好红了 这刚才见着我 抓着就不松手了 他这病啊 离不开人 那您的意思是 在帮我妈转回原来那医院 要不说女儿是小面袄呢 爸就这意思 这事您跟我哥商量了吗 跟他商量什么呀 这事我说了算不用跟他商量 爸 您要是因为担心钱的事 非要把我妈转过去 那没有这个必要 我能凑凑钱哪 你让哪儿凑钱 我可预支我的工资啊 行了 转 咱们今天就转 谁说是钱是自己偷的 可是王伟伟 咱们不能欠人太多的人情了 行 爸 这事听您的 但是我得先跟我哥商量一下啊 说说说 还还不行了 这是 怎么回事啊 怎么说转就转啊 薇薇跟我好一顿发脾气 咱妈没有这个福气 这住进了高级病房 并没建好啊 还添了个失眠的毛病 我看看去 我有话跟你说 我只是转到爸的意思啊 感情的事情 还是看你自己 行 你别说了 我心里乱得很 能不乱吗 我看着都乱了 乱也是你自己作的 你这个人就是典型的 拿得起放不下 办点什么事 老是犹犹豫豫的 扭扭捏捏的 还顾虑特别多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真的爱薇薇吗 我看啊 你就是不忍心拒绝她 另一方面呢 你有点小私心 享受着人家 对你的那种崇拜和关心 我说的对不对 我知道 她不能用钱收买你的真心 你不是图她的钱 可是你知不知道 李薇薇的性格 她对你付出这些 是一丝一毫要你还的 人家也有人家的最终目的 你还得起吗 你要是真娶了人家 你拿什么对人家呀 我知道 你还爱着姜丽姐 我觉得 姜丽姐心里也有你 你输了那么多 就想跟我输这个 你和姜丽姐 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师弟夫说得对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人师弟夫能让她做自己 也能给她幸福 我不能 什么所谓的成全 这都不能成为 你在爱情里头 不作为的借口 哥 所有不以真爱 为基础的恋爱 都是在耍流氓 你知不知道啊 你这样做 就是让人家微微 守着一个虚假的希望 为你好费青春哪 婚姻这件事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是最大的冒险 你是一个男人 你应该像个英雄一样 在爱情的道路上 披荆斩棘 攻城掠地 去战斗 去争取去付出 去给你爱的女人幸福 可是你现在呢 你除了听天由命 就是怨天由人 你爸还没下班呢 我怎么躺在这儿啊 妈妈妈 来 你躺着休息会儿 你还病着呢 我病着呢 没什么大事 就是累的 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你刚下学回来 饿了吧 我要去给你做饭 妈妈 我不饿不饿 你躺着就行了 你是不是还生马气呢 我没生气啊 徐老师说你喜欢读书 他都告诉我了 让我多给你挑几本书 徐老师还说 你的作文写得特别好 还得了奖 妈高兴 你看你 都嚷了好久了 让妈给你买书 咱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跟你爸就那点工资 妈还因为这事 还跟你动了手 是妈不对 妈 我不怨你 儿子 妈告诉你啊 我还存了私房钱了 那你私房钱自己藏着 我不用不用 待会儿你拿上 你去趟书店 挑点你喜欢的书 徐老师说了 你的理想是当作家 要我说呀 你干什么都行 只要你不违法 只要你开心 妈也不要求你考第一 也不要求你当官发财 只要你高兴 你快乐 你痛快 儿子 你理解吗 理解 好 那就 怎么着 来来来 别老忙得下棋了 吃点水果 谢谢我 来 吃 那你别忘了 我自己来自己来 吃 你先吃 一会儿再下 好 来 吃这个 谢谢 你们俩聊着啊 好 除此以外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特长 比如 我 舌头特长 我 我 我 你 你能不能先把安排放一下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 他是专门研究阿尔茨罕症的 我前两天 跟他联系过 他答应我可以帮我这个忙 但是前提是 母公的母亲必须要去一趟美国 前两天呢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 但是我就怕你 嫌我多管闲事 我要是不跟你说吧 我看着你整天这样魂不守舍的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谢谢你 斯蒂夫 你忘了吗 不要再跟我说谢谢 谢谢 来 吃水果 好 你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我去医院 林飞在医院呢 您放心吧 我这眼皮一直在跳 我心里不踏实 爸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说 你坐吧 你坐吧 您让林飞转告我的 我都能理解 能理解就好 我想好了 我决定跟温威分手 决定了 那好好跟人说 别闹不愉快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江丽那边怎么样 江丽现在过得挺好的 我知道 你心里一直放不下的 正因为你放不下的 所以别人也进不去 你说你妈她真的病了吗 那天在病房里 拉着你的手 说的那两句话 一点都不糊涂 是啊 妈今天在病房还跟我说 她不指望我升官发财 只希望我活得开心 活得痛快 可你开心 痛快吗 说实话 像江丽那么懂事的孩子 真是没出招去 儿子 朕躲起来 按照自己真实的想法 想做什么就去做 拿出勇气来 太怎么了 好 有话你就直说呗 我知道 你肯定又觉得我多管闲事 我也觉得我这次 手伸得有点长 要不你爸说呢 我就是个外人嘛 你说 你爸是不是知道 你反正离过两次婚 这儿媳妇都换了两次了 现在反正换成谁 她也无所谓了吧 那我就奇怪了 你说你这硬件条件 也就这样吧 怎么还那么巧手呢 因为我实惠 属于大众效果 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啊 不过没关系 你现在不是遇到我了吗 我会全面地带你提升 一个生活打字的 是 第一步就是把我妈 从公立医院一天四十块钱 还能报销 转到了一天五千块钱的私立医院 一分钱一分货 那医院的环境你也看到了 这环境好了 人的心情自然就好了 说不定阿姨的记忆 马上就可以恢复了 我说你有这闲工夫啊 你还不如多做点膳事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离过两次婚 还带了一个孩子 又挣不了什么大钱 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那我算什么 创个贴 你还以为朋友们都不认识 你伤口好了 就要把我撕了 扔掉啊 谁会不明瞭 只不过对你开一个玩笑 你跟我说句实话吧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我是不想再耽误你了 你已经耽误了 现在还来得及 你是个好女孩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